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个以家族为纽带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 2000年11月13号上午7点半 封城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是检察院干部刘全生的报案 他说他的弟弟刘茂贵一家四口都被人杀死在了家里 现场呢位于封城市断坛乡上湖村委会中团村西边的一栋二层水泥结构的楼房 楼房的一楼厅堂是小商店 一楼的东边呢是卧室 厅堂靠北墙放着一辆摩托车 这摩托车油管被割断了 汽油洒了一地 柜台上的电话机 电线被剪断 话筒搭了下来 卧室的门呢是敞开着的 户主刘茂贵 妻子温小花 女儿刘丹萍 儿子刘文强的尸体 全都倒在卧室的地板和床上 到处都能看见一滩一滩的血 雪白的墙上呢还有很多喷溅的血点 卧室里满地的衣服一片狼藉 这一家子呀 岁数都不大 这男护主36岁 是本村的屠夫兼店工 他妻子呢 34岁 在家开一个代销店 女儿在13岁 还是个中学生 儿子刘文强更小 7岁 是个小学生 这一家四口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 就被屠了 13号 21点45分 封城市委常委 公安局局长陈和明 在封城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会议 并于当日晚上成立了 以陈和明任总指挥的专案指挥部 开展全面的侦查工作 通过现场勘察 法医检验 现场访问 专案指挥部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作案人员呢 应该在三人以上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无证 专案指挥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针对犯罪分子们踢门进入之后 在被害人没有多大反应的情况下 用极短的时间把四个人杀死 而且杀人部位刀刀都是要害 技术程度很高 这说明犯罪分子是经常动刀或者是玩刀的人 被害人刘茂贵 刘文强在胸背部受到多处致命刀伤之后 两人的咽喉上还被各补了一刀 这说明犯罪分子心狠手辣 不是出犯 扭过犯罪的劣迹历史 犯罪分子经过事先踩点 比较熟悉环境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脚印 离开的时候还破坏了嗅源 这说明犯罪分子掌握了公安机关的一些侦查方法 反侦查的意识特别强 作案很是老练 很可能被公安机关打击过 或者作案之前有过充分的预谋过程 中团村的位置啊 比较特殊 跟南昌县三江镇仅仅相隔一条十米宽的河港 中间呢 有一条水泥桥相连 而且连通断坛和南昌县三江镇松林镇广福乡的马路 就从刘茂贵家旁边经过 平时呢 两地村民交往啊 都必须要经过这 专案组民警排查了69名和被害人刘茂贵夫妇 有过感情纠红 赌博 生意交往和合伙经营上有过矛盾的人员 围绕周边6868户村民 对案发前到过周边村庄的可疑人员 以及案发后突然下落不明 情绪反常的人员 进行了三次排查 摸清了断坛乡和南昌县三江镇 在中团村一带的盗窃 抢劫 敲诈团伙七个 收集整理线索很多条 但是就没有找到这个案件的突破口 11月30号 指挥部深入分析总结了前期的侦查工作 牛志毅支队长提出 案犯呢 小区域跳跃式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应该扩展侦查视线 扩大摸牌范围 调整侦查思路 将丰府公路沿线的秀市 渡市等五个乡镇 划入侦查范围 专案组赞成牛志队长的观点 并且决定书里分析出这五个乡镇 近几年来都没有破的案件 尤其是抢劫杀人案件 进行案情分析工作 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为了摸清全市1995年以来 两牢释放人员的底数 专案组发动全市33个乡镇 分局派出所摸排出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人员 3869名 并且调派专案组人员 奔赴全省18个劳教劳改单位 梳理出1995年以来释放的 封城级两牢人员1738名 逐一的登记造册 之后分配到各辖区 进行人人见面排查 并且要求对两牢释放后 仍然不思悔改的 或者跟育游有交往的人员 进行重点排查 通过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 对在家或者在封城市范围内活动的 两牢释放人员 1437人做到了主人见面排查 但是仍然有346名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见面 共追捕各类附案逃犯50名 摧毁了犯罪团伙12个 楼草打兔子 把这些人都给办了 但是呢 1113案的缺口 仍然没有打开 工作一直进入了低谷 大家没什么好办法了 这一转眼 春节就要来了 专案组的压力越来越大 总指挥陈和明局长 要求干警们春节期间不放假 继续分组排查346名 没有见面的两牢释放人员 同时呢 要利用春节期间逃犯 可能前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机会 争取再抓获一批逃犯 2001年3月2号 专案组在调查当中 发现了一条线索 在案发之前 白土镇中山村的袁国宏 有一个宜春的育友 曾经在袁国宏家 逗留过一段时间 1113案发生之后 袁国宏还有他的老友 突然下落不明 袁国宏呢 经常跟三四个人结伙 一起动刀动枪 经过调查发现 袁秀平 袁秋 袁国宏 袁友宏这四兄弟啊 自1990年以来 就在当地敲诈勒索 打架斗殴 而且偷东西 袁秋 袁国宏 袁友宏 他们多次被劳教或者劳改 袁氏兄弟 自1996年8月15号 涉及一起纠纷 打死人之后 就一直躲着公安逃避打击 种种迹象表明 袁氏兄弟 有三四个人结伙的习惯 而且袁氏兄弟 受到过公安机关的打击 喜欢动刀 这都符合现场的画像 案发之后 他们又有反常的举动 下落不明 到这儿 专案组就决定 把袁氏兄弟 列为1113一案 重大嫌疑对象 并且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调查 袁国宏 怡春级老友的真实面目 另一路人马呢 暗中调查 袁氏兄弟的情况和下落 经过调查 袁国宏的怡春老友 叫徐建文 家住怡春麻坊厂 得到情况之后 指挥部立刻派人赶到怡春 在怡春刑警支队 罗绍华副支队长的率领之下 迅速找到徐建文的朋友 了解了徐建文 袁国宏两个人的通信方式 大家发现 徐建文和袁国宏 在1113案件前后联系很频繁 BB机显示呢 徐建文正在广州活动 刑警支队的李中平副支队长 立即带队赶到广州抓捕 袁氏兄弟的材料汇总之后 专案组综合分析发现 袁氏兄弟当中除了袁秀平之外 其他三个人都是二进攻 或者三进攻的老游子 有一定应付审讯和反侦查的经验 派出所多次抓捕 就是找不到他们的落脚点 而袁秀平虽然涉嫌及起伤害案 但是由于没有掌握到真评实据 一直也没有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 审讯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 到3月5号 有线索反映 袁秀平正在封城市秀市镇 雷坊村他的岳父家附近活动 为了确保抓捕万无一失 专案组民警啊 一边在集贸市场采取敦坑守候 熟悉人辨认的方法组织密捕 另一方面呢 派专案组的民警化妆进村 内线侦查 3月6号的下午 专案组民警在村子当中啊 发现了袁秀平的行踪 当天晚上 专案组立即成立了 由邹金平大队长带队的抓捕组 赶赴秀市抓捕 那天呢 还下上了大雨 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们把这警车呀 停到了村外边一公里远的地方 准备冒雨徒步进村抓人 这时候 一辆龙马牌农用车 从他们的身后啊 向这抓捕店开过来了 邹金平大队长灵机一动 他征用了这辆龙用车 把民警们啊 全都送进了村里 这样啊 既争取了时间 又确保民警进村的时候 不会暴露 到了晚上11点多 抓捕组在袁秀平租住的房子里 把他抓住了 为了防止抓捕袁秀平的时候 惊动其他的袁氏兄弟 专案组民警 借口袁秀平 在1996年开煤矿期间 发生的一起伤害致死纠纷 当事人告状 要求解决 拿这个当理由 把袁秀平带走 为了达到吃透对象 对症下药 一举突破的目的 审讯组 把审讯地点 安排在审讯条件比较好的 荣唐派出所里 经过24个小时的斗智斗勇 随着袁秀平的一句 被你们乱了阵脚 袁家要成为天波府的 这么一声哀叹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交代了他组织策划实施 1113抢劫杀人案的全部经过 以及自1995年以来 伙同他人蒙面入室 抢劫17起 杀死11人 杀伤1人 抢得现金11.2万元 金银首饰 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的 全部犯罪事实 3月7号 躲藏在广东珠海区 一个菜市场的徐建文落网 3月10号中午 袁国宏在厦门市胡里区 河山镇中宅村建筑工地被抓获 3月10号 袁秀平之地 袁友红 袁东春 从省地二劳教大队 被押回封城 到3月18号为止 专案组民警 三进广东 三下厦门 远走兰州浙江 进往赣州南昌 16名犯罪嫌疑人当中的 袁秀平 袁国宏 袁友红 袁东春 杰发根 袁春华 徐建文 王国锋 王耀忠 袁清 李启胜 等11人归案 至此 1113 以袁氏兄弟为首的 系列抢劫杀人案 全部告破 经过审讯查明 这是一个 以血缘为纽带 家族型的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犯罪团伙 这个团伙 以袁秀平为首 其中的骨干力量 六名 都是袁秀平的家庭成员 袁秋 37岁 袁秀平的大弟弟 农民 劳改释放饭 袁国宏 30岁 袁秀平的二弟 农民 劳教释放人员 袁友红 27岁 袁秀平的三弟 农民 劳教释放人员 雷春慧 38岁 袁秀平的内地 秀氏镇农民 袁东春 26岁 白土镇农民 劳教在压饭 自1995年以来 袁秀平以家庭成员为主 究极两劳人员等等16人 由家族型的敲诈勒索 盗窃 打架斗殴 演变成 即杀人 抢劫 敲诈勒索为一身的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有组织犯罪团伙 1995年呢 厌倦了天天打架斗殴 敲诈勒索 小打小闹的袁氏兄弟 看到白土镇 表渡镇 这两地交际的地方 煤矿的生意特别红火 他们就想尽了办法呀 强行的入股 当上了股份制的老板 为这个 袁秀平还告诫兄弟 今后啊 冲冲沙沙的事 就不要做了 公安机关老盯着 容易出事 要搞 就才好点 搞个大的 为了能搞到大钱 袁秀平兄弟 开始四处留心 作案目标 为了逃避 公安机关的打击 袁秀平还专门 买来侦破小说 进行研究 不作案的时候啊 人员各自分散 不准聚到一块 才好点之后 传呼机通知 做完案之后 再立刻分散 等到公安机关 要抓人的时候 他们立即外逃 成员当中啊 一旦谁被公安机关 抓住 只准说敲诈案 说打架斗殴的事 不准说出杀人的案子 如果实在顶不住呢 也只能自己承担 不准暴露其他人 谁进去了 家里边的事不用担心 只要他自己 把这个黑锅一背 全家的生活 都有外边的兄弟们负责 不然 那就要受处罚了 祸及家人妻女 2000年10月底 袁国宏打传呼 邀约他 宜春的老友 徐建文 从宜春赶到封城 准备刺激作案 10月底 11月上旬 袁秀平 袁国宏 徐建文等人呢 又先后两次 到南昌县三江镇 寻找作案目标 但是没找到 途经断谈上湖村委会 中团村的时候 发现 刘茂贵夫妇啊 正在杀猪 再抬头一看 刘茂贵家 那新盖的二层楼房 非常气派 楼底上呢 还有 茂贵商店 这个字样 袁秀平就认为 这家 肯定有钱 但是袁秀平认为 徐建文是外人 跟他一起作案呢 风险有点大 两次都以时间太晚 为借口 放过了作案机会 11月12号晚上8点多 袁秀平用电话 邀约二帝圆秋 三帝圆国宏 内地雷春慧 前往上湖中团村 刘茂贵家抢劫 那天晚上 四个人在断坛乡 横塘村的一个 抽水房里边集合 到午夜之后 他们动身 来到刘茂贵家 袁秀平和袁秋 到距离刘茂贵家 大概200多米的 桃珠园里 拿了一根 8米多长的 建筑用的山木料 靠在留下 二楼西边的阳台上 还搭了一个跳板 袁国宏 袁秋 袁秀平 先后爬上了阳台 从二楼 进入到一楼 这时候呢 刘茂贵家的小狗 开始叫了 袁秀平 担心他把人吵醒啊 他就一脚踢开 一楼东边的房间门 三个人冲进房间 用刀 顶住了受害人 刘茂贵和温小花 咱们前边说了 刘茂贵呀 是屠夫 也是天天捅刀子的 他并不是特别害怕 就开始反抗 袁秀平看见之后 打开大门 放雷春慧进入帮忙 并且把惊醒之后 溜到了厅堂柜边 准备打电话的刘丹平 拉入房间之内 四个人呢 不由分说 就把刘茂贵夫妇 和他的女儿杀死了 这时候 就剩下七岁的小刘温强 在床上哭 袁国宏摁住小孩 狂捅十三道 杀人之后 四个人翻箱倒柜 找钱呢 一共抢到了一千六百块钱 四十多包烟 金项链一条 男士的金戒指一枚 1113专案 从发案到侦破 历经了113天 全体侦察人员呢 不畏艰辛 追捕地点涉及 河北、广东、福建、甘肃、浙江、北京、南昌 这么多个省市 行程将近十万公里 针对1113案开展的全市大排查工作 带破了一批未破案件 抓获了一批九逃在外的逃犯 打掉十九个流氓恶势力团伙 消除了很多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 警察的ゴール 警察的预防